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今天Ruby帶大家來到港口這邊 去看一個傢俬店 亦都是我前兩天和Tommy 以及我們的香港業主來這裡 買了傢俬的 就給大家多一個選擇 因為我們平時除了帶客戶去買樓看樓之餘 如果客戶入住了之後 真正過來這邊生活 他都會要買傢俬買車等等之類 我們都會帶大家去選擇 這間店鋪前排帶業主過來選購 又拍給大家看看 如果說住在這附近 比如說南投或者港口的朋友 都可以過來這裡去看一看 如果開車的情況下 門口就會有泊車的位置 現在來到店鋪裡 這裡會分兩層 一樓和四樓是一個展示廳 這邊 然後二樓三樓會有倉庫 這間店鋪可以訂製 又可以安裝配送 如果大家量度尺寸 就要量度床架 由哪個位置到哪個位置 而不是量度床褥 因為之前有個客戶 他當了床褥 要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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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床架大了 搬到去之後就裝不下 這個提醒一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我買床或床褥之類的話 真正要來到這裡去試一下 或者睡一下 感受一下這個軟熟度 有些人喜歡放硬的 有些人喜歡放軟的 然後再選一些款式 可以搭配整個屋的風格 一樓就會有些茶几 還有床的 我們又上去四樓看一看 我現在上到四樓 大家可以看看 四樓會有更多擺設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不是塗漆上面的 樓上會有沙發、斗櫃 電視櫃、茶几 包括這些飯桌 如果說沙發的話 其實都會分很多種 每一個材質都會不一樣 譬如說科技布 現在很流行的 那種會比較清潔 有些就是布液的 譬如說這些 布液的話會比較日式 這一種 不過我覺得菜身會太熱 這些是布液的 而且會比較難清潔 布液的話就比較適合那些 用來放租的那些 便宜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熔布等等 各種 很多種 非常多種 還有就是大家要試一試 它的軟熟度 還有看它的回潭 像這些 坐下去它是很軟熟的 然後我剛才看到一張 它是很硬的 在前面那裡 我這樣拍下去 它也是不動的 這張應該很舒服 然後第三個就是 大家可以看看功能性 有些人會喜歡買那種 可以做沙發床的 那種可以提供給我們玩的 親戚朋友 可以有一個落腳點 除了會有這些沙發 大家可以看看茶几 你看這些電視櫃 一個大概2000元不到 它的款式就會比較 我個人會覺得比較舊款 這些 大家根據自己家屋的風格來選擇 好像說沙發 它就會有顏色 可以選擇 顏色一搭配起來 又有不同的感覺 對不對 接著這邊還有一些斗櫃 如果是你家屋 你會不會選斗櫃 是嗎 斗櫃就可以塞一些垃圾的東西 小小的沙發 我覺得來了這裡買這麼大間屋 肯定要買大一點的沙發 是不是 這些真的適合那些 一人兩人住的 多一點都沒有地床 公園 是的 這張 超級硬的 你看 你們拍一下 好像在這裡打塊鐵 所以大家一定要試一試 這張才1100元 接著還有一點就是 來自Ruby的自己購買分享 我前陣子買了一張沙發 我的沙發是這麼闊的 我坐在這裡 這個扣背就到這裡 然後我沒有地方放這個浦枕 我下班下去就不打算放鬆 就躺下去又有一個站有腳的地方 這個位置小了一點 它就躺不到下來 坐得會很不舒服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買沙發的時候 這個位置一定要選闊一點 闊一點會舒適很多 然後就是這個扣背 建議大家買那些有弧度的 或者可以買一些抱枕 不然你坐在這裡的時候 你個人要很打直地坐在這裡 會不舒服 越坐越累 你覺得呢 然後就往那邊走 那邊還有一些床 還有一些上下鋪 然後我跟你說 Tommy 我今天看到一個抖音的分享 即是說床墊很便宜 幾百元一塊床墊 然後很厚的 人們是回收回去 然後寫著海馬 你也知道海馬很厲害 它回收回去 因為一拆開那塊床墊 裡面就是一塊彈簧 然後兩邊你知道是什麼嗎 紫皮 是的 好像那些回收站裡面 做出來的產品一樣 即是 如果是我覺得體驗墊 會差很多 一個人 一天的時間 會有六至八個小時 都躺在床上 那肯定不要歸待自己 所以大家選擇床墊的時候 最好問清楚裡面 是什麼構成的 什麼材質做的 然後選擇品牌 品牌的同時 問清楚是海馬 還是中國海馬 還是韓國海馬 還是香港海馬 我覺得這些很多的噱頭 這邊會比較中式 這些 香港的潮山朋友們 你們還喜歡這些實木嗎 我爸爸非常喜歡這些 包括我們家裡 現在用的都是紅木 桌子 一張是9600多 然後可以配合一套 這邊會有些項目的餐桌 然後都是多功能型的 如果說全屋一家大小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打開來 他這個打不開 這張 我看到了 它是這樣的 你可以給大家看看 鏡頭 即是它是 這個東西打下去 然後再把這個東西拔出來 這張是5000元 一套還是一張桌子 對 然後這邊還有這些 可以帶來轉盤的 這張跟我們家裡的那張很像 然後這邊會有衣櫃 衣櫃的話 然後我又再分享一個 我自己的那些經驗給大家 如果買的話 就建議大家買這些燙櫃 因為我們家裡有個衣櫃 衣櫃旁邊有一張桌子 然後如果你買這些燙櫃還好 它還可以這樣燙櫃 它可以拿到東西 如果我買了這些的話 直接打不開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如果買衣櫃 最好做多些小格子 或者做多些儲物的空間 因為好像這些 它還可以掛上去 如果是這些一大格的話 你的衣服全部要摺著 然後再放上去 然後Tommy平時 抽這件衣服出來 整棟就淋下來了 好像衣櫃吐了那種現象 OK 大概就是我個人的一個購買分享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床 不過我覺得也會舊款一些 你覺得呢 前面的梳化挺漂亮的 然後裡面還有上下的床 樓下那些 有些床 哦 對 千多兩千元 這些適合出租 往來出租 今天Ruby的分享就到這裡 主要是跟大家說 有這麼多個店 給大家去選擇 因為之前我拍了 沙江區那邊的二手家居 很多人說 很便宜啊Ruby 可不可以推薦一些我自己可以用的 其實我覺得這一間就挺不錯的 即是屬於那些 一些中端的產品 如果你要再高端的話 在港口還有一間叫做 紅星美海龍 那裡大家都可以順道去看看 對比一下價錢 材質 款式等等各方面 我們今期的節目就分享到這裡 我將地址鋪在這下面 大家有興趣過來看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